五 六 七 其实它的那个目标狗已经在里面 我知道它已经滚饶了 来 喝水 好 也好 开始 今天的挑战是一个非常坚实的挑战 我的心要更加的集中 要更加的平静 不能受外界干扰 再仔细听一遍 一定会找到它们的区别 我就特别为李奇感到着急 特别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 它要重新再听其他的一些 它的目标所定的狗 所以我觉得这个难度 真的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李奇一次把15只狗喝水的声音 再听了一遍 但是经过了第一轮的喝水 狗口渴的程度改变了 再次喝水时的状态 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更是增加了挑战的难度 李奇还能挑战成功吗 15号 好 可以了 好 谢谢 15号 好了 这五只狗狗圆满完成任务 各都合力一遍 主持人 我需要最后听一次目标狗 最后听一次目标狗 重新听一次目标狗 好 由于狗喝水的不可控 让挑战的过程进行了很长时间 李奇对目标狗喝水声音的记忆 有些模糊了 要求再听一次 为了避免李奇从目标狗出来的方位上 进行判断 萨贝宁特意转换了带狗出现的位置 好 准备 开始 游几只狗的状态极不稳定 喝水的话都比较轻 相似度是极高的 判断是压力比较大的 你可以再思考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好 主持人 我有答案了 最后一次机会 在刚才你听的这15只狗当中 目标狗是几号 我觉得是 5号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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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挑战成功 来 我们掌声感谢我们15只可爱的 谢谢你们 谢谢各位 我将在终于殿堂等着你